刘诗文年收入千万,欧式豪宅曝光,奖牌摆设接地气。 众所周知,如果要说国拼最漂亮的球员是谁,相信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刘诗文,但是刘诗文呢? 在他的运动员生涯中,他获得了20个世界冠军头衔,其中5次世界杯冠军的记录无人能敌。 或许刘诗文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赢得大满贯,但即使刘诗文不是大满贯,也不是队内最佳球员,但刘诗文那张可爱的脸蛋和亿万效益的眼睛总能容易赢得人心。 刘诗文现年31岁,职业生涯末期,国拼现在是三朵金花的天下,所以很多球迷都认为刘诗文应该退役了,但是因为热爱乒乓球, 所以刘诗文一直坚持为国拼贡献自己的力量。 比如他去成都参加世拼赛,担任助理教练和陪练,现在球迷们也很好奇刘诗文的年收入, 许欣和丁宁算得上是顶级运动员,年收入在1000万元左右。 主力球员刘诗文当然也不例外,再加上各种商业条款和游戏奖金,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2018年,国拼打破球员收入榜单,其中刘诗文以总计7.84万美元位列女团第二。 这辈子要孝敬刘诗文,除了国家队的培养,还离不开父母。 2016年,据媒体报道,刘诗文买了豪宅,让父母一起住。 此前,记者曾对刘诗文的父母进行过专访,刘诗文的父母也表达了对他的骄傲。 他们家的装修风格以欧式风格为主,而刘诗文在客厅里放了一张乒乓球台,经常在家练习。 据悉,刘诗文小区的均价已经达到了8万亿平方米,最小户型为236平方米,着实奢侈。 之后,刘诗文的父母还展示了刘诗文获得的一些荣誉证书和奖杯,他的奖牌也摆放得非常好,都放在一个隐蔽的公共壁橱里,整个空间看起来很小,但感觉很充实。 时隔多年,刘诗文豪宅价值约4484万,众所周知,国平训练场前停着多辆百万豪车,不少媒体人还了解到,刘诗文的父亲开着宝马X5把刘诗文送回家,所以从豪宅豪车来看,刘诗文也算是个小富婆了。 前段时间,新加坡大满贯比赛期间,刘诗文因为深受粉丝喜爱,他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新加坡粉丝签名,刘诗文是世界冠军,也是士兵联的官员,但他却一点架子都没有。 对每一位等待签名的粉丝都很好,虽然脖子很痛,但他还是坚持要为每一位到场的粉丝完成签名。 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刘诗文的性格,对于粉丝来说,支持和喜欢他是最正确的决定。 希望刘诗文在开创新的事业的同时,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也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刘诗文是一个善良低调的女孩,她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球迷也会永远支持她。 国评刘诗文的最新消息 原来刘诗文已经飞回国内,小早一个人拖着行李箱穿梭在机场,在办理相关的手续。 刘诗文自从担任世界拼联官员之后,变得非常忙碌,出国履职也成为常态。 这次刘诗文应该是完成在新加坡的相关工作回国。 小早辛苦了。 刘诗文开创新的事业。 刘诗文是国拼的代表人物之一,尽管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成就大满贯的荣誉, 但是他职业生涯内20多座世界冠军的奖杯,已经让很多一流乒乓球运动员难以望其向北。 尤其刘诗文五度,世界杯丰厚,成为球迷对于刘诗文为开心和难忘的记忆。 刘诗文,职业生涯,看似辉煌,实则也有很多的遗憾。 连续多次措施奥运会单打资格。 在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的比赛中,又因为混双丢金而受到了外界的指责。 刘诗文当时遗憾落泪的画面,让很多喜欢小枣的球迷非常心疼。 刘诗文已经尽力,胜负就不那么重要了。 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刘诗文逐渐淡出了赛场。 除了2021年全运会和2022年新加坡大满贯等有限的比赛之外, 他已经很少以运动员的身份出现在赛场上。 遥想东京奥运会团体比赛之前,刘诗文因伤病退出团体阵容, 把机会留给了王曼玉。 最终王曼玉、孙颖莎、陈梦合力获得女团冠军。 对于那次退出,刘诗文也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刘诗文认为,让王曼玉去参加比赛争取冠军, 比自己继续出战更有价值。 刘诗文这种高风亮节的品质和以国平荣誉为第一位的大局观, 是球迷一直支持和喜欢她的重要原因。 而对于未来,自己是否继续打球, 以什么样的角色继续出现在国拼, 刘诗文说还需要仔细考虑。 当时,刘国梁对于刘诗文给予了高度赞扬, 并承诺只要刘诗文从事对乒乓球有利的事情, 他会无条件支持。 刘国梁没有食言, 在2022年底,刘国梁历见刘诗文 参加世界拼联运动委员会主席职务的竞选, 并让手下樊振东、孙颖沙、马龙等 九位世界冠军弟子录制视频声援刘诗文的竞选行动。 刘诗文对乒乓球有着超乎常人的感情, 具备一流的技术和扎实的专业功底, 他准备了一份非常详实且具有建设性的竞选宣言。 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刘诗文以超高的票数胜出。 与印度乒乓球运动员阿昌塔一起被聘为 世界拼联运动委员会主席。 刘诗文也是该职位首位, 以运动员身份竞选成功的主席。 刘诗文入职,世界拼联之后, 也开始变得忙碌起来。 除了参加国拼有关的比赛和其他活动之外, 也要经常去世界拼联旅行职责。 刘诗文已经参加过在越旦首都安曼举行的会议, 也去过了在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总部, 出席过欧洲乒乓球16强赛颁奖仪式。 新加坡大满贯比赛期间, 刘诗文也以官员的身份参与了部分管理方面的工作。 由于刘诗文太受球迷欢迎, 他还在百忙中抽时间给新加坡球迷举办了签名见面会。 刘诗文是世界冠军, 也是世界拼联官员, 但是他一点架子都没有。 非常亲切地面对每一位等待前签名的球迷, 即使脖子很酸了, 也坚持为每一位到场的球迷完成签名。 从这些细节中, 可以看到刘诗文的人品。 球迷支持和喜欢她是最正确的决定。 刘诗文忙完工作之后, 已经回到国内。 只是看到小早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在机场穿梭, 球迷也莫名地心疼她。 希望刘诗文在开创新的事业的同时, 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也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刘诗文是一个善良低调的女孩, 她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球迷也会永远支持她。